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皮特猪的频道 第三期这个我是歌手 没看直播 我后来看录像 先说在我这里的排名吧 第一名的话应该是《湘天墨》 这种类型的歌曲出来 我感觉就应该就是奔第一名去的吧 然后第二名在我这里的话是《轮回乐队》 这种歌曲就给人越听越爽 越听越 越嗨知道吧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好音乐 然后第三名的话 《黄轩》吧 《试炼》 然后第四名是《方子雅》 然后第五的话是《阿当》 阿当 《亚当》的话 其实 对他的印象还有另外一首歌 我不记得名字去了 到时候打到字幕里面吧 然后《王树荣》和《海拉木》应该是垫底吧 这就是我最期的那个排名 《海拉木》的话 感觉好不了两期啊 好不了两期 搞搞搞的两下他就 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审美上面去了 又回到了这种歌 那我们国内的说法说法就是抖音神曲 搞不了两期就要到抖音神曲上去 《王树荣》的话 《王树荣》的话我感觉他特别想转型了 想改变他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吧 他他和许松海谁去了 在我们这叫以前叫QQ音乐三巨头 就是说他那时候他写的歌曲有点就是说 因为那时候不是周杰伦呢 那些他们都写中国风的歌曲多嘛 然后他们就开始也写一些发表在这个 反正就是互联网平台 然后QQ音乐的话 应该是那个我用的手啊 反正 并称QQ音乐三巨头吧 就是唱这种 说难听点就是这种出之烂草的这种 音乐啊 然后跟风的那种国风音乐 然后还有一些 哎我也说不清楚 反正就是你很明显那种模仿迹象 就是这样 就是说你有好他们有好的嘛 也有好的 就是说在制作方面的话还是非常粗糙 就是说没有很很打磨好自己的作品 看着说王树荣的话特别想改变自己 连着上一期唱雪乐 这一期唱那个蚂蚁座的高塔是吧 然后蚂蚁的话蚂蚁的话也是 反正也是想走这种三情路线吧 三情路线的话 这种 这种类型的苦情歌 苦情歌我真的是一点都提不起兴趣 因为这种歌说实话在我们这里 在主流的环境下已经风靡了 二十多年了啊 完全就被这种苦情歌占领了市场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喜欢听这首歌 明明有那么多好的音乐不听飞要去听这个苦情歌 感觉事太野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说我最烦的就是这种苦情歌 没什么好听的 那旋律写的又差 完全一点没有美感 知道吧 这种音乐真的是没有美感 你苦可以 你苦的也有美感 就是说你这种 你这种小调的这种歌曲 你一定要有 你写的也有美感 你写出来 反正就是你除了苦苦过之后 什么感觉都没有 完全感觉不到这中间的美 这种音乐的美 这种音乐的美 所以说我就是 反正对内地市场这种苦情歌 一直就是批判太多 反正他们这种歌就真的是 纯粹就是 为了写而写 完全没有从自己的这种 人的这种感受经历啊 和这些 内心的这种感觉来写歌 纯粹就是为了写而写 因为没什么好写的嘛 你一样的写 写出一两首快乐歌 可能他从来还没感受过快乐 不知道快乐是什么 反正这应该反正 嗯 现在这个大陆这个音乐市场 就是这种通病吧 唱功的话 那先听末了不用说了 然后再加上会的一些 这首著名歌曲的加持 在我这里就是第一名不用想 这种水平的发挥 还有什么自行车 像亚当的话 我没看排名啊 我没看看看到排名啊 最终排名啊 但是看各种 就是说看完的那些营销号 或者是总结的 亚当好像是地名吧 也正常吧 也正常也正常 他的唱这一场唱功也是 是无可挑剔 在我这里就是说无可挑剔 从唱功来说的话 排名的话第一名就是方姐 然后第二名就是亚当第三名 但是这三个人都是不分伯仲的 海拉木就是说 纯粹有一个好的活龙 但是自己的审美 我感觉就是完全还是差几个档次 他们这种歌手 就真的是要培养自己的审美 知道吧 什么对音乐审美太差了 你说现在王树龙 其实他音乐审美还是上来了 知道吧 但是就是说 他的喉咙或者以前给人的刻板印象太深了 所以他现在想强行转型 我觉得他还要慢慢来吧 要经过多年的努力吧 最好是自己能写出一些这样的歌曲 知道吧 你唱别人的话 尺度是别人的 你永远走不到那个感觉里面 意境里面 航盖的话 正常发挥啊 这种民族的东西真的就是世界的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这个东西都是相通的 知道吧 他一听我就 就让我回想到那个泰坦 那个九哥一听 我就回想到那个泰坦的一个号 就是说杰克和肉 就在那个船舱啊 四等舱是三等舱 下面跳舞的那一段音乐 知道吧 那种苏格兰的那种民族音乐 哇 这种歌就真的是 你听着就开心 知道吧 听着你就爽 然后还给你震撼 所以说 音乐这个东西还是要审美的 你不是什么东西 你都拿来唱 就是说那个 那个好不好 你如果就是说老是这种摆浪啊 笔浪啊 这种思维去做音乐的话 这个市场根本就不会好 然后自己听众也听不到好东西 反正现在 这些媒体平台全部都是流量为王嘛 你们喜欢什么他就给你什么嘛 平台也实际上就是说也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 知道吧 现在就做这种音乐的 所以说 有条件的还是要多看一下一些国外的平台 音乐平台去听一下他们这种新的类型音乐 你看你现在 最近给我就是说最近几年给我最震撼的就是 那个游戏啊 那个游戏啊 死亡搁浅啊 小小小夫人那个死亡搁浅 里面的音乐 每一首我感觉都是真的是世界级的 本来就是说这种音乐很少被人关注 但是通过他这个游戏这个平台一推出 然后推广的话 他这些音乐真的是 特别是那个 他才参加那个TGS的时候出的那个 预告片的那首歌 那真的是那个电子音乐做的太棒了 所以说 你们有条件自己有水平的多多看一下这些国外的主流音乐是什么样 包括你们制作音乐真的是多看一下国外的这些主流水平是什么样 再去思考 做你好的东西不好吗 为什么老是要做这种 那东西给观众听死呢 有什么必要呢 赚在这点烂钱 其实自己说白了 这些歌听听过之后完全就没有印象 甚至不知道是谁写的 所以说现在的 华语流行乐 很难出经典就是这个原因知道吧 有好的也有 就是没有推广 你像正秀文前几年的歌都还可以 就最近这几年不是以前的老歌 正秀文最近这几年的这些粤语歌都真的非常好听 建议大家去听一下吧 一首八公里 然后还有一首什么去 如果有一个人吧 是叫这个名字吗 我不记得去了 但是我字幕放在里面打一下吧 好吧 这一期歌手真的是 听来听去啊 就两三首歌能听啊 我就一个saving of my life 然后酒歌 我感觉就这两首歌 黄轩的那首歌还可以吧 还能听 就这几首歌我听得下去了 然后其余的歌我就是听一遍 我就没有再回味了 这相听末的这首真的唱的很好 非常棒非常棒 那么这一期能说的也这么多吧 因为 只有这么多好说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下一期吧 好吧 这一期就到这里了 再见 拜拜